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屋 我是你们的小兰姐姐 那在今天的彩虹屋当中呢 小兰姐姐又是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啦 当当 我们的佩琪和乔治 他们两个正在进行他们最爱的运动 那就是跳泥坑啦 那究竟他们跳的泥坑今天会是什么颜色的呢 那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彩虹屋吧 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两位小朋友 很明显我们的佩琪和乔治 首先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两个人的脸涂上颜色 跟我们的佩琪粉 好 现在呢 我们的乔治和佩琪的脸都已经涂好了 接下来呢 把他们的小脸蛋涂上红红的颜色 他们跳泥坑跳的超级开心 都跳热了呢 接下来呢 就是给他们的身上的衣服穿上颜色啦 那我们的佩琪 今天我给她穿的依然是 这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橙黄色 好 现在他们两个人的衣服呢都已经穿上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给他们的小鞋子也涂上颜色吧 嗯 既然是在跳泥坑呢 那一定要穿不怕脏的鞋子 我们给他们两个都穿上黑色的鞋子 黑色的小驴靴 这样可以保证他们跳泥坑的时候呢 可以尽情地跳 好 现在呢 我们要给他们脚底的这个泥坑涂上颜色啦 既然是泥土的颜色呢 小兰姐姐选用的是这一款棕色 好了 接下来呢 他们两个人我们已经都涂好了 旁边的这些英文字母啊 让小兰姐姐想一想用什么样的颜色来涂呢 首先我选用一款绿色的颜色 好 现在呢 来给她外面的这个大大的泡泡涂上颜色 那涂什么颜色呢 小兰姐姐决定绿色的话要和蓝色相配啦 涂上淡蓝色 涂上淡蓝色 好 这个气泡呢 我已经涂好了 下一个气泡呢 我准备选用的颜色呢 我准备选用的颜色呢 外面的颜色呢 小兰姐姐用黄色 好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气泡已经涂完毕了 我们的最后一个气泡呢 小兰姐姐决定用外面的颜色呢 使用绿颜色 这一次呢 和这个相反 我们里面的字呢 用蓝色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一服 佩奇和乔治 彩尼坤的 图画就已经都添好颜色了 有我们可爱的粉粉的佩奇 穿着橙色的衣服 我们的粉粉的乔治 穿着蓝色的衣服 还有我们的蓝色的 绿色的 以及紫色的 这样子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吗 好了 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彩虹屋当中呢 小兰姐姐为大家带来的图画呢 就是 这一服了 现在呢 在小兰姐姐的蜡笔之下呢 她们已经都涂满了颜色 不知道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的颜色是 蓝色绿色 还是紫色 还是黄色呢 嗯 总之 如果你喜欢颜色的话 就请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彩虹屋吧 当然啦 如果你喜欢玩具 想要玩更多有趣好玩的玩具的话呢 也请请关注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 玩具欢乐秀 还有玩具故事屋哦 好了 那今天的彩虹屋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吧